歡迎光臨 搶錢大道 這是什麼怪路名 上頭還標示了限速50公里圖案 提醒用路人別超速 搶錢大道 你覺得 對 還滿合理的 對 真的太低了 50太低了 看到這路牌 不曉其事點頭如搗蒜 其實這條路路名叫做二席路 說他搶錢也的確 以今年的罰單量來看 七八月份都在二位數 但自從九月份道路拓寬後 暴增十倍 十月份更開出 三百多張超速罰單 一年下來一共2522張罰單 替國庫進帳450萬 難怪被稱為搶錢大道 有民眾不滿被開單 還請來廣告公司自製看板 不到一天立刻被警方強硬拆除 很不合理的 所以你說那時候提醒用路人 到那裡開比較慢的就比較不合道士學 原來這條二席路從原本的八米道路拓寬到十二米 限速卻依然維持五十公里 不少用路人一不小心就超速 民眾還自制路牌 但依法得吃上一千二到兩千四罰單 但想提高限速避免搶錢大道之名 必須透過公務局會刊 駕駛小心開車才是第一優先 李陳孟輝 彰化報導